1月31号,尼泊尔勒利德布尔当地居民和麻风病患者一起手持玫瑰,纪念世界麻风病日。 这个纪念日由法国人道主义者弗勒豪发起,并设定在每年1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天, 以关怀被世界遗忘的麻风病患和消除人们对麻风病不能被治疗和预防的误解。 海报上一排排名字是1980年1月31号,火火被烧死的37名亡魂, 包括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哥威塔门楚。 当天,西班牙驻威地马拉大使馆聚集土著和学生的抗议, 引发冲突,导致大使馆起火,但威地马拉前警察长佩德罗却命令不得离开, 导致37人被烧死,直到去年前警察长才被判监90年。 这些蜡烛、糖、面包等是威地马拉土著用祭祀方式安抚冤死的亡魂。 西班牙巴斯克自治区的一个市镇奥亚尔特孙, 举办古老的江年华会。 当晚出现一只牛角、披羊皮装扮的传说生物拉米纳。 它身体强壮、毛发浓密,相传是一个懂得知恩图报的生物, 会在夜黑风高时为施舍食物给它的农夫完成耕作, 或是完成修建还未完工的桥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